新婚第一天本应该与丈夫填填命 可这个女孩偷偷跑出来与肌肉男跳舞 言行举止想当的亲密 这时候丈夫来到了现场桌间 女孩被吓得连连后退 本以为丈夫会打她 没想到丈夫壁冬了起来 上一秒女孩还被这一幕搞得不知所措 下一秒就立马大声呵斥 丈夫的亲密应该是每个结婚女孩的向往 为何眼前的女人如此抗拒 原来就在昨天 女孩本来给自己喜欢的人写了一张告白卡片 但女孩还是想当面告诉她这样显得比较真诚 正当女孩犹豫不决时 故意然拿出了结婚证 生气的说到求我结婚的人是你说话不算数的也是你 你当我是什么 女孩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她看出了女孩的迟疑 也许她也知道女孩是一时冲动 但面对自己喜欢的女生投怀送抱 她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这时候的故意然用手拖住了女孩的下巴 一下就吻了过去 吻完还轻轻的在女孩耳边说 我要你一辈子 女孩十分抗拒 连忙大声的说我不要 而男人却不慌不忙的说现在主权在我手中 还让女孩规矩一点 别让她再发现跟别的男人玩 女孩终究是为了一时冲动的决定买了单 说完这一切 顾总就开车离开 临走时还嘱咐唯一早点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不一会女孩也回到了家中 回到家中看见了自己喜欢的人在她家 男人身边还有她的情敌 唯一气不打一出来 今天刚刚被人强吻转头 就看见了眼前的一幕 她一句话也不说就往的楼上走 此时她的爸爸大声喝倒 这是什么态度一点也没有礼貌 女孩听到这话压抑的情绪被释放了出来 大声的说道我不回来不正合你们一忙 原来女孩是一个重组家庭 女孩后妈的女儿正是自己的情敌 回到房间唯一哭泣了起来 这对母女不仅抢走了爸爸 还抢走了自己喜欢的人 幽暗的走道里 这个女人被男人逼入到一个角落 猝不及防的对着她的嘴唇亲了上去 本以为只是一场现实婚姻游戏 却不料掉进了霸道恶魔的陷阱 夏威依内心慌乱的看着眼前的男人 让她不要乱来 是个男人听到这话都会不由兴奋 而她却气定神闲的看了看 你这副样子没点值得我乱来 虽然知道这个男人吐不出什么好话 还是听得顿时咽住满脸不服气 我只是过来提醒下 你已经领证了我的顾太太 看着清秀的脸颊慢慢的靠过来 心里小路乱撞迷失了方向 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反驳到谁是你顾太太 你少占我便宜 顾依然眼睛不由再次眯起冷声质问 到底是谁昨天死皮赖脸的求我结婚领证的 夏威依被逼问的低着头说不出话 看着她牙口无言的样子 原本漫不经心的口吻变得尖锐起来 才结婚第二天就跑来酒吧泡鸡肉男 她本来还觉得没什么 如今被这么一斥责 心里反倒是心虚起来 昨天正打算和暗恋多年的骑士表明心意 没想到碰见她和同父异母的姐姐苏曼求婚 最爱的两个男人都被最讨厌的两个女人抢走了 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 她委屈地哭着找到顾依然 问她愿不愿意娶自己 回想到自己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 夏威依脸上尴尬的不行 这关你什么事情 用得着你来教训我 这时感觉下巴被轻轻捏住 一双紧盯她不放的眼神锐利逼人 让她把这话再说一次 说就说 话还没说完 嘴巴就被完全堵住了 她身体僵直着 然而顾依然却并没有继续 还未让她感受到亲吻的感觉 便咬了一口嘴唇 嘴角上残留的痛意让夏威依很快清醒过来 一把推开 她顿时瞪大眼睛气急败坏道 顾依然 你竟敢真的占我便宜 而她不以为然觉得只是在合理使用 身为一个丈夫的合法权益 谁知她却俯下身凑到她耳边轻声说 我定的期限可是一辈子 感受着她口中吐出的热气 熏染在她的耳根与颈窝处 她微感晕染 只听到她最后说的三个字 字字兼并声声入耳 这个女人深爱多年的男人被姐姐抢走了 一气之下拉着青梅竹马领证结婚 没想到掉进了霸道总裁的甜命陷阱 刚到家的夏威依后妈就叫她一起聊聊天 可她并没有理会直接走上楼去 身后就传来夏东海毫不客气的斥责声 没听见妈妈在跟你说话吗 你这爱理不理的样子是什么态度 一直隐忍着糟糕透顶的心情还是没忍住 又不是她生的我 为什么要跟她讲客气 不回来不正合你的心意吗 没想到她会这么反驳 夏东海文言邓时大骂她是个孽障 这时苏曼出来安慰爸爸别生气 还关心维一应该也是累了 小绿毛见维一心情不好 也没有把快要成为她哥哥的消息告诉她 此时后妈也起身劝说 消消气别让孩子看笑话 可夏维一却是满脸讥讽 嗤之以鼻的冷横 装模作样 小绿毛也贴心的当起和是老 夏叔叔也是关心你 眼底的刺痛和心底的酸楚爆发了 够了 我不想听 抬起脚步便哒哒哒的快步上了二楼 回到自己房间的夏维一心里面只觉得空落落的 莫名的难受 没过一会小绿毛发来关心的消息 丁的这几句话看了好一会儿 她忽然间满心酸涩起来 都已经选择了她 为什么还要这么关心自己 她的心里恨极了那对母女 一个在妈妈还没有去世之前 就先抢走了她的爸爸 现在她的女儿竟也有样学样的抢走了她的骑士 一想起这一碗的烦心事就忍不住大声哭了出来 手机信息再次响起 起身揉了揉眼睛 看到是顾亦然的消息 嘴唇的商机的处理一下 脑海里不由自主的回想起顾亦然突然亲上自己的那一刻 脸颊红霞染上了耳根 恶狠狠回复 顾亦然 你这个恶魔快还我出吻来 此次事件的主角正在沐浴更衣 洗得澡都这么帅这么撩人 不愧是霸道总裁 刚洗完澡就收到小娇气的消息 顾亦然嘴角微微扬起 不仅仅是初吻 我想得到的是你的全部 随后便告诉维一 她的初吻早在很多年前就没有了 夏维一看得气得鼓起腮帮子 自己的初吻明明一直保存得好好的 什么叫做早梅了 为了证实便恶狠狠地播了视频通话质问 你这个厚脸皮的是不是又想耍我 刚刚突然打喷嚏肯定是有人骂我 现在犯人不打自招了 她一听更加生气了 你说谁是犯人 初吻的事情你还没交代清楚 顾亦然无奈地叹了叹气 我就知道你不记得了 这个小女孩第一次去邻居家玩就看上了她 小手抓着衣领哭着喊着要嫁给她 走的时候还要轻轻给个爱的抱抱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不禁怀疑自己小时候有社交牛牛症 这时顾亦然掏出一本相册 不相信现在就可以给你看 夏维一突然间有些傻眼 居然还有真凭实据 小无赖 现在想耍赖不认账了 一副吃定她的样子 听到给自己起个绰号气的满脸涨红 小时候的是谁记得 老实交代你是不是骂我了 刚才打了个喷嚏 她摸了摸鼻子 夏维一显得有些无奈 这是什么强盗逻辑 你是感冒了吧 声音都变了 顾亦然满脸幸福的轻轻笑了笑 你是在关心我吗 气得她小嘴嘟嘟吐槽 像你这种厚脸皮感冒君都怕你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这般可爱模样 不由开心的笑了起来 突然打喷嚏也有可能是有人在想你吧 爬上床的夏维一睡意慢慢清晰而来 打了个哈欠直呼 啊对对对 顾亦然没烧微扬 这话是暗示原来你不是在骂我 在偷偷想我吗 她的眼皮开始不受控制的搭了下去 别胡说我才没有呢 说完便睡着了 看着她熟睡的样子 沉溺已久的情愫再次悄然无声的涌上心头 对着手机轻喝了一下 终究还是忍不住轻声的 笨猪 其实是我在想你啊 第二天一早下东海就说 准备培养她接手公司远离娱乐圈 夏维一表示不乐意 怕含了夏太太和夏小姐的心 这时夏太太刚好出来 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博取同情 只希望一家子和和气气 不是为了贪图这些东西 夏维一看着周雪梅和和冷笑 请你不要在这装模作样了 夏东海脸色微沉 斥则她没有教养 要是你妈知道 话还没说完 哼的一声 夏维一猛然从桌前站了起来 不准提我妈 妈还在医院这个女人就处心几率勾引你 你们没资格提她 夏东海惊讶的说不出话 才知道唯一对她的恨意竟是这么的深 说完就走到周雪梅身边讥讽道 有本事以后带着你的女儿近身出户 听得周雪梅心里暗暗咬牙 迟早有天要让她付出代价 刚出门就看见一道熟悉之急的男人依靠在车旁 不由得有些惊讶 故意然 你来这里干什么 她眼神忧生肃然 精致的五官淡淡吐了两个字 等你 夏维一抬头呆呆愣的问她怎么不打电话 万一我走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她选择了沉默 这个笨蛋 守了一个多小时哪会那么容易错过 从小就有个满眼都是自己的青梅竹马 是种什么体验 只因妈妈想见见她 她便早早就在家门口守了一个小时 还非要装高冷说只是刚到一会儿 专心开着车的故意然冷不丁的问了句眼睛怎么了 她急忙揉了揉眼睛否认到只是眼睛进沙子 看她编出这么别角的话来心里莫名难受 抬起手落在她头顶轻轻抚摸了一下 笨蛋 不要难过 夏威夷诧异的回头看着她 小脸不自觉的微微羞红起来 别再乱摸我的脑袋了 被你摸断了怎么办呀 故意然不由感叹道 终于意识到自己很笨了呀 惹得她小嘴嘟嘟 看着她这么温柔的样子 思绪又被拉回了那个夜晚 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一天 因为那个女人 父女俩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大吵 不能理解的唯一顶着风雪离家出走了 不知道去哪的她只好跑去学校躲了起来 她蜷缩在角落 看着就像是被人一气的小可怜虫 唯一是你妈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安静的教室回音不断 看着她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声音 眼睛哭得红肿 她的心如同快要窒息般难受 她就这么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泪水依旧不止 故意然把做的所有事和所有的话 都化作一句安慰 笨猪 我来了 不要再难过了 用手摸了摸她的头 她感受到了温暖 终于放肆地大声哭了出来 随后安安静静地依靠在她的肩膀上 毅然哥哥谢谢你 夏威一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 问她当时是怎么知道自己在学校的 她也只是随意回应到去学校碰碰运气而已 其实某人都把学校翻了个遍 这个男人就是好面子不说出来 她想起以前明明是这么靠近彼此 现在却回不去了 笑脸忽然暗淡 别说这个了 都是以前的事了 故意然眉间微微一明 果然还是在为那件失声我气 为了缓解尴尬气氛 她指了指药包让她敷一敷眼睛 夏威一满脸一问 车上怎么会有这种药包在 她不想解释跳步问题说道 免得我妈说我欺负你 要是我妈因为你训我 你不会愧疚吗 她吐了吐舌头一副俏皮机灵的样子 愧疚是什么东西 能吃吗 到家的顾艺员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长长的睫毛 冰桃小嘴很是可爱 看得不禁有些入迷 忍不住把手伸了过去 夏威一 你这是在考验我吗 身体也不自觉地往前缓缓靠近 看着眼前如同睡美人般的女子 她的心跳缓缓加速 就这样两人一点点的拉近距离 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起来 明明她已经是我老婆了 轻一下又有什么问题 顾艺然 你想干什么 夏威一睁着眼盯着眼前的男人 她也丝毫不掩饰地狡辩道 只不过是想叫醒你 顺便吻一下自己老婆 气得她大声骂道 谁是你老婆 不要脸的竟然想吃我豆腐 有个从小到大都对你 呵护备制的对象是重什么体验 周末一大早顾艺然便等在下家门外 夏威一走到近前询问 顾艺然你来这里干嘛 等你啊 随后垂着眼眸看着她 其实主要是我妈很久没见你了 所以让我过来接你回去 夏威一听到是顾母的意思 愉快笑道 你咋不早点说 我也很想念顾阿姨呢 随后坐在车里的俩人开始闲聊起来 夏威一疑惑开口 你今天不用上班吗 怎么还有时间来接我 顾艺然只能一脸无奈的 表示今天是周末 那你你等很久了吧 这么近期时你们可以事先打个电话 通知我一下 我可以自己开车过去 可好面子的顾艺然 才不会承认自己为了见她 已经在外面站了两小时 只为接她回家 顾艺然也不想将自己的心思说头 便随口胡周到没等多久 顾艺然是不时侧头看她 但目光落到她揉着通红的眼睛 追问道 你今天是不是又偷偷哭鼻子 这么眼睛又红了 夏威一顿时愣住 第一反应就是不想在她面前出球 便嘴硬地狡辩道 谁说的才没有 我只不过是眼睛有点痒 这时被揉红的好不好 顾艺然那么了解她 又怎会看不出她是在撒谎 最终右手还是不受控制的 轻轻抚摸了一下她的头顶 唯一不要难过 夏威一诧异地侧头看着她 立刻条件反射地拍开头顶上的手 别摸我头顶这样会长不高的 顾艺然嘴角带了一丝笑语 感叹到你总算是意识到自己矮了 夏威一小脸立即又像小河豚一样 背弃的腮帮子鼓鼓囊囊的 盯着顾艺然的侧脸 夏威一思绪不由地又飘忽起来 好像又回到了高一那年 那年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那个时候妈妈刚去世没多久 父亲便带着那母女俩回家 哪怕自己如何抗议和反对 甚至以死相逼可父亲都不为所动 和她大吵一架过后 就负气地离家出走了 那时还正值冬天无家可归的自己 偷偷躲进学校的顶楼 被动得瑟瑟发抖 可想起父亲已经不爱自己和妈妈了 累 父黑总裁竟想趁小娇妻熟睡偷亲人家 没想到竟被当事人当场抓包 十多分钟后 车子开到顾家别墅前停下 侧头看向夏威一熟睡的模样 不经感慨记得以前她一睡着 就很难再叫得起来 看着对自己毫无防备的她 顾艺然忍不住俯身靠近 她是我老婆 心一下应该没关系吧 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夏威一英明一声睁开眼睛 看见近在咫尺的俊脸 脑子还有些迷糊 奇怪到你想干什么吗 顾艺然勾起嘴角调侃 我只不过想给我老婆盖戳戳 难道不行吗 夏威一反应过来后 立马咆哮朝她前 你个臭不要脸的谁是你老婆 竟趁人之威想吃老娘豆腐 顾艺然却是不以为意的表示 谁让你睡得跟头猪似的 怎么叫不多行 那我只能勉为其难地将你闻醒 气急败坏的夏威一冲她怒口 你还敢狡辩不想和她再多做争论 随后便没再看她率先下了车 在屋里的秦韵一看到夏威一 嘴都笑得和布隆很是亲热的拉过 她的首唯一宝贝你总算来看我了 布妈妈都快要想死你了 怎么你眼睛又红了 是不是那臭小子又欺负你了 布妈妈找她算账去 夏威一见秦韵这般热情 也就顾不上再生某人的气了 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回应 脸颊也不自然地仗得通红涅如刀 她没对我做什么 只是自己不小心柔红的 走进客厅后两人坐在沙发上 布母便和她唠起了家常 唯一啊 那臭小子平时闷骚又毒舌 又不懂得和女孩子相处 这么大个人真是不让人省心 我担心她这辈子要打光棍了 夏威一尬笑道 她那么优秀迟早会找到另一半的 布阿姨还是不要太过担心了 秦韵等的就是她这句话 唯一宝贝啊 你们以前关系不是很要好吗 要不你就勉为其难收了她吧 夏威一刚喝进嘴里的咖啡 被顾努这么一句给惊的 一口喷了出来 布阿姨我们都没有那个意思 对不起了布阿姨 秦韵见劝说不成 只好兴兴然起身表示 那好吧我不强迫宝贝你 不过还是希望你考虑考虑 随后便起身去忙其他事情去了 这是一个小女孩探出脑袋 这个女人得知父黑总裁有喜欢的人后 立马原地炸门 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开喷 布天然也趁机找借口开溜 夏威一路瞪着眼前这个男人 没想到这个混蛋也和自己父亲呢 喜欢脚踏两条船 现在还要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装给谁看那在心里骂了一遍后 转身没好气的来了剧 你个大骗子 布依然眉头紧皱一脸不紧 夏威一你这是在生我气 你给我把他说清楚再算 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说我是骗子 夏威一怒瞪着他 你还想忙我到什么时候 你连送人戒指都准备好了 你们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 总喜欢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布天然一脸呆萌躲在墙角 姐姐不是说好暂时不提的吗 碍于布天然在一旁偷听 布依然只好尴尬地挠挠头 戒指的是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反正你相信我就是了 我以后自然会跟你解释的 夏威一还是气呼呼的 心顾的要是让我知道你在骗我 看我不咬死你 布依然看着他气鼓鼓的样子 随后一脸玩味魔光深邃道 那咬嘴巴上可以吗 夏威一不想再浪费时间 在这口舌之争上 便随便找了个理由离开了 来到后花园的夏威一 是越想越气 要不是因为顾阿姨和天然 自己才不会到他家受着温暖气 可等他反应过来后 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反应太大了点 布依然即使在外面有其他女人 等她们想在一起的时候 自己不就顺理成章地解除婚约了吗 可为什么自己会觉得这么不甘心呢 就在夏威一沉浸在自己思绪中时 旁边的喷水器突然溅出水花 夏威一惊呼一声还来不及躲闪 便被淋成了落汤姬 布依然从不远处急匆匆跑 焦急到你没事吧 夏威一侧头吐槽到今天来你家 怎么那么倒霉 出个门还能淋成落汤姬 夏威一丝毫没察觉出自己现在 衣服湿透呈现透明状态 布依然愣正了一会儿 才脱下外套给她披上 快点进屋换衣服不然容易着凉 夏威一莫名地羞红了脸 布依然也别过头不再看她 不过不得不说这水真是神助攻啊 又开始到处乱滋水 布依然本能地僵上 想不到高傲冷酷的霸道总裁 忽悠起人来的样子竟然这么可爱 布依然坐在房间的沙发上 换好衣服出来的夏威一 尴尬地扯着衬衫衣角询问 这衣服该不会是你学生时代的衬衫吧 布依然抬眼一脸玩味地表示 这不是挺合适的吗 夏威一抬起松垮垮的衣袖 你看看这里难看死了 布依然看着她此刻的模样 忍不住又起了逗弄她的心思 这么嫌弃 我可是记得小时候你可是很喜欢穿我衣服的 夏威一撬脸衣红羞脑道 你又骗人 我怎么不记得这档子是 夏威一你又要装失忆吗 不过没关系 你小时候的黑历史 我可都一直替你记录在这本相册里了 你要重新回忆一下吗 夏威一气急就要上前抢夺 却被顾依然举过头顶 顾依然赶紧给我 你什么时候拍的 竟然有这么厚一本 顾依然低头解释道 这是你在我家住的时候 我妈拍的 夏威一趁她分心 一个跳跃就摸到了相册 可一个没拿纹里面的照片洒落一地 照片里的一幕幕 全是两人小时候的回忆 开心的难过的都记录在这小小的照片上 直至夏威一看见一封信件 是自己寄给顾依然出国留学时的一张照片 夏威一说不出此刻是何心情 他眼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原来你收到我的信了 顾依然担心他会误会 急忙解释道 我是收到了 可当时刚出国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才没给你回信 那为什么你回国了都不联系我 顾依然上前环抱住他并表示 自己当年是逼不得已才避开你的 可现在身份转变了 我自是不会再做那些伤害你的事情 我发誓以后会把千里的都补偿给你 夏威一不等他说完 直接将他手推开转身质问道 你总是这样 一边故作温柔 一边又故意戏耍我的感情 那时候把我赶出去的人不是你吗 就在两人争执之际 房门被敲响 少爷 夏小姐的衣服轰干了 夏威一立马条件反射地躲起来 窘迫的小声道 你去帮我拿 我这个样子不方便 顾依然从林姐手里接过衣服 转身回到卫生间门前 将衣服递给夏威一 随后拾起地上的照片 看着夏威一的笑颜苦恼道 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重新接受我 这时夏威一换好衣服出来 顾依然随机提议 要请她去吃她最喜欢的法国料理 并表示如果你答应的话 说着便举起手里她最在意的那张照片 我就把这张照片还你 夏威一会答应吗 这个女人太惨了大庭广众之下 就被恶毒姐姐当众抹黑 傍晚顾依然带着夏威一 来到一家西餐厅 两人在露天阳台上看着 夕阳落下晚霞漫天 夏威一也难得露出惊叹的表情 虽然我都来过这里好几次了 但是都没坐过对着海边的位置 两人坐下后 顾依然柔声道 上次一起来的时候 好像是天然过生日的那一次了吧 对啊那时候我们还点了 火焰雪山这道菜真的是具好吃 两人碰了下酒杯 顾依然坦白道 唯一其实出国留学的时候 我回来过好几次 夏威一反问 你回来又怎样还不是一样躲着我 顾依然看着她 那我说我回来都是因为你 你会相信吗 夏威一顿时一愣 可又想起她那几年对自己的态度 便没好气道 要真是为了我呢 为什么不来找我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顾依然刚想解释 却被灵桌声音打扰 夏威一抬眼望去 原来是苏曼和灵绍宇两人 只见一小迷妹上前向苏曼索要签名 夏威一眼神瞬间黯淡下去 这时苏曼俩人也发现了她 便上前脚柔躁做到 唯一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夏叔叔在家里很担心你 你知道吗 也不管夏威一有没有回应 转眼便跟顾依然套起近乎来 顾大少你好 在这里遇见你真是难得 你们该不会是在聊故事影业的事吧 不亦然礼貌起身和苏曼握了握手 我和唯一这次只是单纯的私人会面 苏小姐作为公众人物 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辞为好 可苏曼却假装听不懂的样子 柔声表示自己只是单纯的担心唯一而已 妹妹才刚刚出道 还是希望故事影业 能给妹妹一次试镜的机会 听她这么一说一旁的夏威一可坐不住了 你压得别乱谈关系 我可没你这样的姐姐 况且属于我的机会我自己会争取 这里还轮不到你这外人说话 林少宇见不得苏曼受欺负 便质问起夏威一来 曼曼只是担心你 你自己经常不回家 还经常和夏叔叔吵架 就算是我也会担心 又更何况是曼曼 夏威一一阵错愕 苏曼趁夏威一愣神的功夫 洋装姐妹情深想上前抱一下她 却被夏威一抬手给推倒在地 刚好撞到旁边的服务生 撒了苏曼一身的酒渍 立马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林少宇怒瞪着夏威一质问 就算你们有误会 你也不至于动手吧 她可是你姐姐 夏威一慌乱的刚想解释 可旁边的吃瓜群众 这时却开始指责起夏威一来 跟苏曼吵架的是谁 你们看旁边那个是不是顾家大少啊 夏威一这才意识到顾依然还在 为了不连累到她 匆忙的和她打了声招呼便跑走了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顾依然一脸阴郁的转头盯着苏曼 暗暗发是敢欺负我的女人 我定会让你加倍奉还 没想到平时高傲冷酷的霸足 生起病来静这么黏人 夏威一回到夏家 刚走到楼梯口就被夏海东喝赤住 你昨天去哪里鬼混了 为什么不回家 夏威一冷笑道 有亲人在的地方才是家 你觉得这里还有我的亲人吗 夏东海只好一脸无奈地表示 有些事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夏威一满眼失望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夏东海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如果只有我们父女俩一起生活 是不是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让我变成一个有家不能回的人 夏东海愣愣地站在原地 神色惨然地反问自己 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 回到房间的夏威一 难过地看着照片里年轻的妈妈 妈你若是在天永灵 就请你让爸爸早日看清 那母女俩的真面目吧 正在她愣神之际 顾天然突然打电话告知她 顾亦然住院的消息 夏威一也来不及多想问了地址后 便急匆匆地下了楼赶往医院 看到夏威一情运姿势比什么都开心 夏威一看着满是疲惫不堪的姑母 因此便开口让他们先回去休息 这里有自己帮忙照看就行 秦运为了撮合两人 想着多被两人制造独处的机会 这下见她自己提出来要照顾自己儿子 也就不再客套交代几句便走了 并房里夏威一抱着鲜花 看着烧得满脸通红的顾亦然 想起应该是昨天帮自己挡水的缘故 不知过了多久 夏威一才从尸神中恢复过来 想起顾天然托自己买的花 才反应过来要换掉花瓶里的花 可刚走没两步就被一旁的凳子给绊倒了 还好死不死地扑倒在顾亦然怀里 她刚想起身 可耳边却传来低微的喘息声 这时顾亦然半梦半醒间睁开双眼 唯一我终于找到你了 随即不由分说地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夏威一这才反应过来要推开她 可不论她再怎么挣扎 顾亦然却还是紧抱着她不肯松手 虚弱地抬头表示我是不会放手 求求你留在我身边别离开我好不好 夏威一第一次看见这般无助的顾亦然 一下子也是乱了心事 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面对生病中的顾亦然 如果你是夏威一你会怎么做呢 有个得了便宜还卖乖的 霸总老公是中什么样的体验 医院里顾亦然紧抱着夏威一不肯松手 皱眉撒娇道我不放手 我怕我一放手你就跑了 夏威一惊诧不已 这家伙是不是脑袋稍糊涂 说着便抵着她额头试了试温度 发现她体温还是很高 随后便推开她柔声安慰道 你还是乖乖躺好 我不会跑得好吗 我答应过过阿姨要照顾你 安抚好顾亦然给她贴好退烧贴之后 夏威一坐在一旁不禁开始吐槽道 今天是我心系的开机一事 就为了看你都给耽误过去了 顾亦然知道她是要打破两人间的尴尬 才勉强找的话题 随即一脸淡然的反问到是那部新剧 月时空爱上你 夏威一奇怪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你认识导演 顾亦然嘴角委婉地表示 她今年的几部作品我们都会投资 可心里却在嘀咕 谁让你这家伙要当演员呢 夏威一也没想到顾亦然竟是金主爸爸 早知道就不接了 两人各怀鬼胎都没说破 夏威一看时间差不多了 寻思着天然应该快到了 便站起身打算先回去 这时顾亦然却是抓住她的手 急到你不是说不会离开的吗 你真忍心扔下我这个病号吗 夏威一脸上露出见了鬼的惊恶表情 可我又不是护士也不是保姆 我留下来做什么 可你现在是我老婆 作为妻子难道你不应该照顾老公吗 夏威一顿时高声反驳 你压得别乱喊谁是你老婆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更何况我也没承认过你是我老公 就在两人大眼瞪小眼的时候 顾天然的声音出现在病房门口 你们刚才说什么承认了 夏威一心里一阵慌乱 天然该不会都听见了吧 平复了一下心情后 故作轻松到既然天然来了 那我就先走了 顾亦然立即投来鄙视的目光 夏威一你就这样回去 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可回应他的只有重重的摔门声 旁边的顾天然都看不下去了 帮腔道哥哥你怎么又惹姐姐生气啊 这时顾亦然却是突兀的来了句 你觉得哥哥喜欢你夏姐姐吗 顾天然紧盯着他反问 依照哥哥的性格 你若是不喜欢一个人又哪里会去理他 又哪里会在昏迷的时候叫他的名字 那你觉得夏姐姐喜欢哥哥吗 天然一副小大人模样剖析道 我想应该也是喜欢哥哥的 最起码不反感你啊 哥哥为什么不试着去表白看看呢 顾亦然撕下额头的退烧贴无奈的表示 自己和夏姐姐还有些误会 要解开了才能和他表露真正的心意 话音未落 门口探出一只玩具熊 两人寻声望去 顾天然惊喜道 姐姐你怎么又回来了 原来是去而复返的夏威夷 带着玩具回来了 还不忘找了个别角的理由 难得天然妹妹有空 所以就想留下来和你聊聊天 说着便将手里的玩具熊丢到顾亦然怀里 给你打发时间的 顾亦然愣愣盯着手里的玩具熊 气恼到这么幼稚的玩具熊 还不如给天然 说着就要将手里的玩具熊递给天然 小天然都准备接过去了 某人却突然反悔的迅速收回了手 夏威夷瞪着他有些不满的 你不是说给天然吗 怎么又抢回去了 你把他送我了那就是我的东西 天然看着又在斗嘴的两人 不由的站在旁边鸣嘴偷笑 哥哥姐姐都是口是心非的人 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 我想姐姐也是为了哥哥才回来的吧 只是哥哥还要继续加油哦 这个女人刚进剧组第一天 同事就过来找茬 看女主怎么蛇灿莲花怒怼公交车女五号 第二天夏威夷不得不前往剧组报道 经纪人简洁看到他不禁打趣起来 昨天你没来我还以为 这部戏你要放我鸽子呢 夏威夷笑道这哪能啊 简姐这么看重我 把这么好的演艺机会送到我面前 我怎么能辜负您的良苦用心呢 简洁叮嘱道 赵导对待新人是出了名的眼力 一会见到他你记得态度好点知道吗 说曹操曹操道 夏威夷这时才看清赵钱是何许原野 看着很年轻四十岁不到的样子 虽然鼻梁上夹着一副厚厚的眼睛 但依然掩盖不了 他眼底的那份犀利与尖锐 忽然赵钱走到近前出声道 你就是夏威夷 夏威夷虽然觉得他这话有些奇怪 可嘴上还是淡然的硬道 是的 赵导 您好 赵钱素然的面色缓了缓盯着他道 台词都背好了吗 嗯 已经背好了 聊了两句两人便礼貌地握了握手 夏威夷我很期待你的表现 夏威夷看着赵钱 暗存这不是挺好说话的吗 交代完事情后赵钱便转身离去 走到没人的角落 拿出手机给顾依然发了条短信 随着工作人员的一声高呼 换好服装的 可以过来给导演看看了 夏威夷换好衣服出来 惹得在场众人一阵惊呼 真是太漂亮了 就连饰演男主的离析 也不由得感叹扮相很漂亮 听二人说是你接的这部戏 看来之后在剧组会常常看见他了 夏威夷谦虚道 只是服装做的好罢了 夏威夷也没想到男主竟是故意然的死到 离析一脸玩味的调侃道 唯一妹妹你以前可是还喊过我离哥哥呢 怎么现在反倒是生分了 夏威夷知道这家伙是故意过来找麻烦的 原本还想装作不认识 可感觉到身后众人在议论自己 不想引来众怒的夏威夷 只好笑着讨好 离天王真会说笑我就是一心愿 话音未落 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突兀的传来 原来你们认识 也不知道夏小姐都演过什么戏 听都没听过就能拿到女三角色 不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夏威夷也毫不示弱的回对岛 我拍过什么戏张小姐上网一查便知 只不过可比不上你前两天嫁妆录点 昨天又跟人开房 时不时都有黑料上八卦杂志墙 两人瞬间剑把弩张起来 张馨儿知道自己落了下风 临走前不忘撂下狠话 像你这种新人的早晚会被这个圈子给淘汰 见没热闹看了众人也纷纷散掉 夏威夷来到外面 看着手机里林少宇给自己发的信息 不明白他不是讨厌自己了吗 怎么还要来找自己 这时顾毅然电话打来 命令他明天过来医院陪自己 夏威夷急到我还要上班呢 你这样也太不讲理了 男人神色一沉 撂下一句你要是不来 明天新闻头条就是咱俩的结婚照 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夏威夷被气得咬牙切齿 顾毅然你以为一张结婚证就想套牢我吗 那你就小看我了 说着便给林少宇发了条信息 得意到故意然老娘就不去 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这个女人真的惨 本来想给自己找回场子 没成想却被推倒在地 被人拳打脚踢了一顿 第二天张馨儿正在化妆间 和其他同事散播着夏威夷的谣言 那个新人这么张狂 该不会是背后有大佬给他撑腰吧 张馨儿冷笑道 什么背后有人吗 这分明就是被老男人给包养了 这表面看着清纯 背地里都不知道干了多少龌龊事 就在两人聊得正起劲的时候 房门被夏威夷一脚给踹开 怒瞪着他们 麻烦两位再说一遍 刚刚没听清 两人寻声望去略显尴尬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夏威夷面路讥讽 我要是不早点回来 岂不是要错过了 二位在背后说我坏话了 张馨儿还试图耍赖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说的是你 夏威夷也是毫不示弱的怒对回去 有些人呢 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却不敢承认 我也确实证明不了 一个人能有多不要脸 这句话也成功激怒了张馨儿 上前直接将人推倒 死吧婆你敢再说一遍 说完便开始对夏威夷拳打脚踢起来 这时女儿安响然出现替夏威夷解了威 干什么呢 化妆间可不是你们打架的地方 张馨儿两人知道她和导演关系不一般 也不敢多说什么便灰溜溜的跑了 随后安响然上前将夏威夷搀扶起来 没事吧 夏威夷柔声道就是擦破点皮没事的 安响然抬起她的手替她处理起伤口来 殊不知这一幕被门外的离析尽收眼底 掏出手机一脸玩味的给顾亦然发了条信息 忍不住调侃 也不知道接下来阿然那小子会怎么做 等夏威夷忙完回到化妆间 拿起手机看到顾亦然发了那么多信息 暗存到今天的事情 看来是某人偷偷打小报告了 刚想到这顾亦然就打电话来了 唯一你没事吧现在怎么样了 夏威夷不经调侃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高冷顾少吗 我没事不用担心 昨天的是对不起 不过我是真有事才不去医院的 事情办完了就去看你好吗 顾亦然也知道自己昨天态度太过强硬 见小野猫都低头了也就顺着台阶下了 对不起昨天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希望你不要介意 两人矛盾解开后语气便轻松了不少 随即闲聊了几句便挂断了电话 殊不知门外气头上的张馨儿 正给苏曼打小报告 希望苏曼给自己出主意 教训夏威夷 这个女人也太开放了吧 不但背着老公和其他男人约会 深夜还要去酒吧买醉 两人来到相约好的地点 夏威夷也终于鼓起勇气红着脸 询问林绍宇上星期在医院有没有 收到过一张卡片 可得到的答案却是 我记得当时在桌上好像是有一个信封 但看诊回来后就不见了 怎么那张卡片上面写了什么重要的事吗 夏威夷知觉晴天霹雳 怎么可能 自己明明拜托过护士小姐帮忙交给她的 怎么会不见了 随即神色一案没什么只是一张问候卡而已 随后林绍宇说出今天找她的目的 我希望你能抛开队慢慢地成见 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一家人 她始终是你姐姐不是吗 夏威夷没想到 她今天竟是为了 那个女人才来找了自己 心里的怒火蹭的一下就窜起来了 怒拍桌子冷声道明 根本就不了解我家的事 就要因为那个女人的一两句话就来找我说脚 还妄想让我和那种女人和平共处 你别忘了那个女人从来都不是我的家人 林绍宇还想为慢慢辩解几句 却被夏威夷抬手打断 既然你选择了苏曼 那就是跟我站在了对立面 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再见 说着便转身离开了 时间来到傍晚 不出意外的夏威夷又去酒吧买醉了 只不过这次身边多了的安祥然 顾毅然打电话也不接 夏威夷这时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诉说着自己这些年来的委屈 你知道吗 我本以为只要不出国留学 就可以阻止那对母女霸占我的家 可后来才发现 即使自己留下来还是什么都没守住 家没了爸爸也不爱我了 安祥然看着伤心欲绝的夏威夷 安抚到威夷你喝醉了 我们回去了好不好 哎呀我没醉老板再来一杯 就在这时顾毅然推开酒吧大门 冷声质问道 夏威夷我不是警告过你 不要再去酒吧了吗 说好要去医院看我 结果竟然偷偷跑来酒吧喝酒 说着便将夏威夷强行拉走 夏威夷狡辩道 我只是来这喝酒又没泡男人 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顾毅然怒声道 看到你这样做见自己的身体 作为老公难道我不应该管你吗 说着便将他强行给拽走了 这个女人胆子也太肥了吧 竟敢当着霸总老公的面 谈论自己喜欢的男人 顾毅然将人带到山顶公园 两人下车后看着山脚的夜景 夏威夷奇怪道 你带我来这里干嘛 还有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难不成你今天一直都在跟踪我 顾毅然却表示 这是让你醒酒的地方 还有我堂堂一个集团总裁 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 我也就给全城酒吧老板 下了你的通缉令而已 说说吧为什么又喝酒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想起今天发生的事 夏威夷神色一沉 老老实实交代自己 今天和林绍宇见面的事 听他这么一说顾毅然不由的付费 然后你就因为这么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就去酒吧买醉 夏威夷下意识就想狡辩 可话到嘴边又给咽了回去 好吧他现在确实已经是个无关紧要的人了 看着他难受的样子 顾毅然也放柔了语气 唯一把想说的都说出来 把我陪着你 这下夏威夷终于把这几天来的委屈 全发泄了出来崩溃到 大学的时候他特别照顾我 对我也很温柔 可后来不论我再怎么喜欢他 他都不曾再多看我一眼 直到我看见他和苏曼求婚 我才知道他喜欢的不是我 可既然不喜欢我 他为什么又要对我这么好 这话可把顾毅然整无语了 唯一你喜欢他是因为他对你好 你真的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他有了解过你懂你吗 夏威夷不确定到他对我好不就够了吗 顾毅然无奈地表示 你那根本就不是喜欢好不好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 就是可以无条件地为他付出 为了那个人哪怕自己受伤也无所谓 虽然痛苦但只要他过得好 那都是值得的 你确定他真的值得你付出真心吗 这话倒是把夏威夷说得一愣一愣的 随后顾毅然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发 表示外面疯大让他先回车上走自己 你喝了酒肯定口渴我先去给你买瓶水 等顾毅然买好水回来 发现夏威夷竟靠着车座睡着了 顾毅然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 哪有老婆找老公聊自己喜欢的男人 这小野猫怕不是拿我当他男闺蜜了吧 也罢以后我会让你知道 你就是我的唯一 说着便在他唇上落下一吻 等夏威夷再次醒来 发现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可等他侧头看过去 却看见顾毅然静光着膀子睡在一旁 你觉得下一秒夏威夷会怎么做呢 夏威夷没想到就睡个觉的功夫 就被爸总老公给拐上了床 夏威夷早上醒来 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陌生环境 衣服还被换了 看着身侧呼呼大睡的顾毅然 直接将人一巴掌拍醒 快点起来呀太阳都晒屁股 还有这里是哪里啊 我衣服谁换的 被吵醒的顾毅然没好气到 作为你老公难道给你换衣服很奇怪吗 这里是我们的新家我特意准备的婚房 你看看还有哪里不满意的 我再让人重新设计一遍 夏威夷呆蒙的观察者四周的家具还有装饰 这玩完全全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的呀 奇怪到既然你都装修好了 为什么还要问我 顾毅然突然俯身凑近他耳边表示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 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采取你的意见了 你说对不对我的顾太太 夏威夷听前面的话倒没多大感觉 可这后面的顾太太三个字却是让他 莫名的心跳加速羞红着一张脸 难道自己这是对他心动吗 夏威夷被自己脑海里的想法给吓了一天 急忙将这可怕的想法甩掉 并安慰自己他一定是在耍自己 自己可不能一时心软就接受这个称呼 随即别过脸面红耳赤的表示 什么顾太太你可别乱说 顾毅然也没再继续逗弄他 随即起身做早餐去了 等顾毅然再回房间 手里端着丰盛的早餐 夏威夷立马两眼放光惊讶道 你居然会下厨不过看着好好吃的样子 顾毅然贴心的为他吃了一口 这时顾毅然发现他嘴角沾着东西 凑近想帮他拿掉 可夏威夷却是会错了赢 以为他是要吻自己羞红这一张脸 闭上眼睛等着他的吻 这时顾毅然却只是抬手拿了下来 顺便放自己嘴里 还不忘提醒你怎么还跟小孩子似的 东西都吃到脸上了 夏威夷知道自己又被他给耍了 羞脑到在人家吃东西的时候突然这样做 会噎死人的知不知道 谁让你吃那么快的 快点吃 吃完我送你回家 回到家里的夏威夷 正打包着出差要用的衣服 这时一庸人敲门表示要进去打扫 夏威夷也只好掀出来 站在门口的夏威夷 无意间撇见垃圾桶里的一封惹眼的信件 看着有点眼熟 随即拿了起来发现 竟是自己那封烫着金边的卡片 等他跑到楼下想找苏曼算仗势 却是听见苏曼对周雪梅亲口承认 情书是他拿走的 还不忘嘲讽就他那臭脾气 哪有男人会真心喜欢他呀 听到这里夏威夷忍无可忍 直接冲出去狠狠地在他脸上抽了一巴掌 大家期待的女主手撕白脸母女的戏码终于来了 结局真是大快人心 下楼的夏威夷听到苏曼亲口承认 做的那些龌龊事 气就不打一处来 随即上前赏了他一个大瓜子 周雪梅见自己女儿被打哪里还坐得住 站起深度到夏威夷你干嘛打我女儿 夏威夷抬起手中信封 这可得问问你宝贝女儿了 苏曼 这卡片是怎么回事 苏曼心虚地挠挠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周雪梅还故作一脸惊讶讽讽道 这该不会是你写给别人的信封吧 脸色那么难看该不会是被拒绝了吧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看你就找打 夏威夷二话不说又冲过去 抽了布雪梅一巴掌 他干了什么他自己心里清楚 还轮不到你来插嘴 母女两人被夏威夷这家是虎的一愣一愣的 你们母女都是一路祸色 背地里惊想着怎么害人 快说 我给林绍宇的卡片怎么会在你手上 苏曼冷笑着还不忘刺激他道 说不定是你的雨哥哥放进我包里呢 夏威夷见他还敢撒谎 也不再废话 既然你记不起来 那我就帮你回忆回忆 撸起袖子就一个劲儿地抽他 最后一巴掌直接将他扇倒在地 周雪梅上前怒喝 你是不是疯了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夏家人 话音未落 就被赶来的夏东海呵斥 一大早吵吵闹闹的 你们又在搞什么名堂 好好的 唯一你怎么打小曼 夏威夷无所谓地扭过脸刀 那是他活该 混账你打人还有理了 夏威夷见自己父亲 又要偏袒他们母女 我气再也压制不住咆哮道 你知道他们对我做了什么吗 就在那里指责我 自从他们进了这个家 你每次不论家里发生什么事 你从来都不够问前因后果 总是先来骂我 张口闭口都是混账匿名 到底谁才是你的家人呢 妈妈走了以后 你有关心过我吗 这话问的夏东海 也是哑口无言 夏威夷也不想再听 他那些所谓的大道 撂下一句 既然这个家没有我待的地方 你们一家三口 留下来自己高兴吧 便离开了 身后两人还不忘添油加醋到 老夏威夷真是越来越坏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苏曼哭的梨花袋与夏叔叔 肯定是唯一误会我了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可这次夏东海好似 听见了自家女儿的话一般 没有在偏袒母女二人 冷声道在坏那也是我女儿 赶紧收拾收拾小心被人说闲话 来到门外部 毅然见他两手空空 疑惑到你不是回家收拾行李吗 夏威夷倒别问了 去商场随便买一下就行了 你是不是又和夏叔叔吵架了 不说还好一说夏威夷忍不住吐槽 自己女儿和外人吵架 作为父亲不帮忙也就算了 胳膊肘竟还往外拐 那里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顾毅然摸摸他脑袋安慰道 唯一如果你不想回家 可以回我们的家 来到商业街 刚下车顾毅然便拉着他的手询问 你刚刚一直握在手里的这封信 是写给谁的 夏威夷故作镇定到写给林少女呢 你这么好奇干嘛 不会是情书吧 当然不是拉夏威夷心虚的低下头 顾毅然才不信他的鬼话 直接打开信封查看起来 顿时脸一黑 夏威夷你真的确定这不是情书吗 你不是说已经不再理他了吗 没有什么是一个文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两个 顾毅然得知自己老婆 竟给其他男人写情书之后 顾毅然冷声质问 难道你还对那个林少女念念不忘吗 夏威夷见抢不回那封信 练气急到就算是写给他的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况且现在这个卡片也不重要了 顾毅然并没有因为他这句话而消极 反倒是要求夏威夷也要给自己写一封情书 夏威夷瞪大眼 你压得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我为什么要给你写 你又不是我喜欢的人 这句话也成功激怒了顾毅然 二话不说直接将小野猫揽进怀里 低头强势地附上那张樱桃小嘴 就在夏威夷差点因为缺氧晕倒的时候 顾毅然终于将他松开 随后抓着他胳膊质问 你心里既然还有别的男人 那当时你为什么还来找我结婚 夏威夷也是第一次见他失控的样子 心一时忘了怎么反驳 只是愣愣地看着他 顾毅然见他这副表情 心里深藏多年的情感再也压制不住 夏威夷我愿意跟你领证 那是因为我喜欢你 不给夏威夷反应的机会 低头再次吻了上去 等他再次松开两人相望无言 气氛顿时尴尬了起来 顾毅然率先打破沉默 唯一我刚刚说的都是认真的 夏威夷一惑道 那你既然喜欢我当年 为什么要把我推开 这几年你躲着我 难道不是因为讨厌我吗 傻瓜我要是讨厌你 又怎么会跟你领证 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 只是因为那个人是你 当年我也不愿意将你推开 可是那时候的你心灵太过脆弱 我不能趁虚而入 当年我偷偷回来看 你并不是不想见你 而是我发现 我们的感情惊叫回不去了 就算想跟你说清楚 也没有机会 说着便将夏威夷揽进怀中 你不知道把你推开 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痛苦 但是为了你 我只能这么做 两人多年来的误会终于解开 可夏威夷还是不放心道 你跟我去领证 真的是因为喜欢我 真的没骗我吧 不会哪天突然抽风 又要将我推开吧 顾毅然柔声道 我们顾家有家规 只要结了婚 就不能再婚 所以我永远都是你的老公 我发誓从今往后 不会再把你推开 也不会再离开你 夏威夷这时 却是质问起 前几天的那枚戒指 顾毅然见他还没打消一律 随即直接对他单膝下跪 牵着他的手亲了一下 当然是为你准备的 也只有你才能戴上那枚戒指 到时你愿意戴上他吗 夏威夷被这突如其来的 表白弄得面红耳饰 休脑到你快起来 我到时候再答复你 这个姿势很丢脸啊 你快给我起来 不依然表示在 没得到确切的答案 我就不起来 这个女人太惨了 没想到上个厕所的功夫 竟被人关在里面泼青蛙 夏威夷回到剧组拍戏 导演明显察觉出 他今天情绪不对 上前力声道 夏威夷你今天怎么回事 平时不是发挥的挺好的吗 怎么今天捏了巴基的没精神 夏不为力赶紧给我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夏威夷无精打采的 硬了声号 夏威夷和安响然 来到凉亭休息 就连安响然也察觉出 他情绪不对 你今天咋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随后夏威夷便和他讲起 早上准备开拍前的那通电话 林少宇给自己打了那个电话 刚接起电话 耳边就传来林少宇 气急败坏的咆哮声 夏威夷你这个女人 怎么那么恶毒 慢慢的脸差点被你给毁了 一大早就有人找自己不痛快 夏威夷怒吼道 林少宇那个女人到底给你灌了 什么牌子的迷魂汤 让你对他这般百依百顺的 你都还没了解事情 始末就在那里指责我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 就算我打了他 也轮不到你来对我说三道四 安响然听他讲完 便露出一脸愤慨的表情 唯一打得好 像这种女人那就是欠教训 夏威夷一脸郁闷 虽然他来我家好几年了 但只要一想到他 心里就本能地排斥那个家 安响然这是豪气道 没事你可以来我家住 夏威夷张嘴刚想答应 可又想起昨天某人说过的话 一朵飞红悄悄爬上脸颊 忙起身尴尬到我先去烫洗手间 安响然看着落荒而逃的夏威夷 还以为是自己说得太突然了 把人家女孩子都给整害羞了 上完厕所的夏威夷发现门打不开了 还在里面叫嚷着外面有没有人 帮我开下门 没想到人没喊来 反倒喊来了俩丧门星 张嘻尔宁笑着你就别喊了 就算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 夏威夷听出了是张嘻尔的声音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门外两人泼了一桶的青蛙进来 卫生间里只剩下夏威夷歇斯底里的惨叫声 张嘻尔两人也没躲坐停留便走了出去 两人有说有笑的经过两体 安响然只觉奇怪 今天不是没有这两人的戏吗 他们来干什么 可回想起他们刚刚过来的方向 惊到完了夏威夷还在里面 等来到卫生间打开厕所门 发现满地狼藉的青蛙还有昏迷的夏威夷 对于一个从小就害怕青蛙的人而言 闭眼不去看已是用尽了他最大的勇气 夏威夷见安响然进来表情一下子就绷不住了 抱着他就放声痛哭起来 安姐姐能不能帮我把青蛙赶走了 我害怕我不敢睁开眼睛 安响然没想到夏威夷 竟会被小小的青蛙给吓得痛哭流体 忙安抚到我这就把他们抓出去 等忙活完夏威夷才敢悄悄睁开眼 见青蛙真的消灭了 随后崩溃的扑进安响然怀疑 哀嚎到安姐姐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 好了好了没事了 我们先去处理一下你头上的伤吧 夏威夷这才察觉自己额头流血 随后安响然便打电话 通知黎西让她拿一药箱过去 还让她顺便帮忙和导演说一声 自己和夏威夷先回酒店了 安响然也没多做解释是谁受伤了 便挂了电话 黎西盯着挂断的电话 理清思路后猜到应该是夏威夷受伤了 随即给顾一然发了调等信后 才拿着药箱往酒店方向赶去 等给夏威夷处理好伤口 安响然才问道 是谁害你的你知道吗 这还用想吗肯定是张希儿他们呢 在剧组也就他俩讨厌我 不过奇怪的是我害怕青蛙这件事 也只有和我最亲的人知道 他们俩外人是怎么知道的 安响然听说是那两件人干的 气就不打一处来起身就要去找他们算账 可夏威夷不想把事情搞大便劝阻到 我不想让导演知道 我本来就在拖后腿了 如果再把事情闹大 岂不是又要给剧组添麻烦了 安响然见他坚持也只好妥协 随后回头叮嘱黎西 后天唯一进你们祖祭的要照顾好他 黎西保证到那是自然 他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就算你不说我也会照顾好他的 我泡了咖啡先喝点吧 医院这边的顾一然 正被管家安排着做个项检查 少爷你前天偷跑出去的是被夫人知道了 夫人今天给我的任务 就是带您去做一次全身检查 您先坐在这里等我一下午去教医生 您可别又跑了 顾一然也只好无奈答应 可等管家刚离开没几分钟 顾一然就被黎西告知下唯一受伤的消息 有个占有欲极强的爸总老公是中什么体验 在酒店房间里的三人 正有说有笑地聊着剧组里的去世 这时房门被敲响 黎西忙起身去开门 没想到顾一然来得那么快 刚想寒暄几句却被他给推开进了房间 进门就叫嚷着唯一你现在怎么样了 坐在沙发上的两人寻声望去 夏威一愣愣地看着出现在面前的顾一员 奇怪到不是让你在医院休养呢 怎么又偷跑出来了 安想然也表示不少来了 唯一身体没事了 等两人坐下后 便将今天的事情大概又重复了一遍 唯一额头只是皮外伤你不用担心 夏威一在一旁夸张道 真是吓死我了 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青蛙 可故意然只关心他额头的伤药不要紧 黎西却是在一边没心没肺地嘲笑着夏威一 没想到那么大个人 竟然会被小小的青蛙吓得踢泪横流 夏威一张嘴还想继续自己的长天大论 可这时自己的肚子却是唱起了空城劲 夏威一满脸窘迫不好意思 今天我还没吃饭 黎西拉着安想然往门口方向走去 回过头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 补充道我们先下去打包午饭 你们慢慢聊哈 随即递给顾一然一个男人都懂得表情 顾一然起身坐到夏威一旁边关心道 真的只有头上的受伤吗 夏威一只好无奈地再解释一遍 真的不要紧你别总是大提小做的好不好 况且比起我来 你才像那个需要被照顾的病人吧 顾一然眉头紧皱立声道 我才两天没在你身边就发生这种事情 我还有时间生病吗 夏威一看着他还想再狡辩一番 却被顾一然毫无征兆的 直接伸手给禁锢在怀里 抵着他额头你都这样了还说没事 依然着急地问道 威一告诉我 那个张仙还有没有对你怎样 就之前过吵一架吧 平常都没交流 威一回答道 但不明白 为什么知道我怕青蛙 竟然事先准备了 这种事情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威一很怕青蛙这件事 从小时候就 威一妹妹 将她想完什么 小威一说 今天天气这么好 我想去看之前播种的花花长牙了没 呱一声 毅然看到一只青蛙 真可爱 她想 给威一看看吧 于是抓住后对威一说 你闭上眼睛 我有个礼物给你 好吧 威一开心地捂住眼睛 好了 睁开吧 毅然将青蛙捧到威一眼前 青蛙 威一吓坏了 转身就跑 边哭着喊 毅然哥哥欺负人 威一妹妹 你怎么了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你不喜欢小青蛙 我 我最害怕青蛙了 毅然赶紧哄她 我以后再也不给你看青蛙了 只要有我在 就不会再让你 被青蛙吓到 真的吗 唯一抬头问她 真的 我会永远保护唯一的 想到这里 毅然说到 我会叫人查清楚 唯一打断她 我不想现在追究她们 我已经在脱去组进度了 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大家 真的没必要 毅然不甘地道 他们这样欺负你 就这样放过他们 唯一坚持 反正拍完就和他们再没有交集了 等拍完再说吧 你也别仗着自己是投资人 就来干涉我 只想好好拍戏 好吧 拿你没办法 毅然妥协 又嘱咐道 以后你要多小心自己 唯一不以唯一 都说别这么小题大做了 另一边 黎西招呼安安 这道菜好好吃 说着加给她 你也吃一点吧 来 安安躲开 说她 黎西 你别闹 唯一和顾大少在看着呢 有什么关系 阿然是我哥们 唯一妹妹又知道了 几经不用再瞒下去了吧 安安反驳 有关系 顾大少可是我们老板 安小姐 你放心 我不是那种 禁止演员的下情的老板 而且阿黎认识你之后 演技稳定了很多 以前她跟很多女演员 哈哈 阿然你瞎说什么呢 黎西赶紧打断 你肯定记错了 多吃点哈哈 黎西 你急什么 我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你以前叫绯闻天王 不 啊 你误会了 我绝对没做对不起你的事 哈哈 唯一笑起来 黎哥哥在安洁姐面前 变得好有趣 对 对啊 黎西转移话题 唯一你后天 跟我一起出发去影视城好吗 好呀 唯一应道 后天我的伤 应该会好一点 毅然叮嘱 不要勉强自己 如果再发生什么事 我就要 让剧组停工了 顾毅然你就别又瞎操心了 我自己会小心的 心安安心想 幸好唯一的戏后天 才要拍 明天 张仙 应该是和我有对手戏 虽然被唯一阻止了 但我必须要问个清楚 赵导演 夏唯一他昨天下午不舒服 今天要去看医生 我来帮他请个假 夏唯一他身体状况 是不是不太稳定 你最近跟他在一块 不要被影响发挥 安安赶紧说 赵导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我身体可健康了 知道了 我可是看好你的 夏唯一没事就好 大家辛苦了 今天的戏份都结束了 张仙 安安叫住他 我有话跟你说 张仙回头问 找我干什么 就是你欺负唯一吧 上次被我看到就算了 这次居然还变本加厉 用青蛙夏唯一 安想然 你别含血喷人 我什么时候欺负他了 安安气道 唯一亲耳听见是你的声音 你还狡辩 凭声音就说是我 谁知道 他是不是故意想陷害我 安安握紧拳头 又说 唯一有什么理由要陷害你 对付你这种小角色 才用不着这种招数 什么 你说我小角色 你跟夏唯一一样 装得自己很轻高 你们这种人 就该被前辈我 好好教训教训 就你还敢说自己是前辈 所以 你就可以随便教训唯一 哼 张仙冷笑 教训他这种人 当然是要用他最怕的青蛙 教训他又怎么样 你们不都是靠男人 才这么嚣张 你一定也跟导演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安安揪住张仙的衣服 怒道 你敢再说一次 导演这事走了过来 喊道你们 在干什么 张仙赶紧回头喊道 导演 我什么都没做他 就想打我 怎么突然动手 安响然 发生什么事 安安心想 糟了 唯一不想让导演知道来着 导演又说 我的剧组不允许有打架的行为 没有下一次 知道吗 赶紧回去 明天还要拍戏 二人各自离开 导演暗道 安响然不是这种随便动手的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影视城大酒店里 唯一说道 顾一然你都在这里一个晚上了 可以回去了吧 难道你想一直赖在这 不要得寸进尺 我得寸进尺 顾一然看向他 昨天一个晚上 我可是乖乖的 什么都没干 千里迢迢就为了来看你 你竟然说我是赖 唯一又说 你别拿我当借口 你才是病人好不好 我身体早就好了 只是我妈过分担心 你不好好在医院养病 阿姨不担心才奇怪了 顾一然笑他 你什么时候 变成牢牢叨叨的管家婆了 我 我才不是什么管家婆 对 不是管家婆 是顾太太 这架势就该保持下去 唯一修脑 你别瞎说 我是真担心你的身体 知道了 顾一然起身道 我现在就回医院 好好躺着行了吧 唯一突然拽住他 吻了上去 又说道 哼 看你这么快 就来看我的份上 算是给你奖励吧 顾一然愣在原地 唯一终于 第一次主动吻我 看着他的表情 唯一觉得他表情好奇怪 是太突然了吗 但其实 顾一然此刻的心情 早就欢呼雀跃起来 另一边 少语给母亲介绍 她是下唯一的姐姐 苏曼 苏曼赶紧打招呼 林伯母好 常常听少语提醒您 今天终于见到了 以前播报过 关于临时药业的新闻 一直都拿您作为 我学习的榜样 妈 这是慢慢给您准备的礼物 林伯放下水杯 开口道 你在少语身边 差不多快一年 我知道你 不过 少语是林家的二公子 身边一直都有 阴阴厌厌厌来来往往 在我眼里 你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 你还是不要太当真 林家是不会接受 你这样的女人的 在我看来 夏家也只有一个女儿 就是夏唯一 妈 林少语着急开口 突然 林母手机响了起来 嗯 知道了 我马上去公司 挂断电话 林母静子离开 慢慢 我妈 就是这么固执 说话永远都在 给人家命令 你别放在心上 苏曼道 少语 没关系 我明白的 少语又说 我会说服她接受你的 不过还需要一些时间 暂时要委屈慢慢你了 苏曼点头 少语 你也别给自己 太大压力了呀 独自一人的时候 苏曼心想 林少语这个没用的男人 我看她肯定说服不了她嘛 她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次的宴会 是认识名流的好机会 我可不想错过 要暗自揣测 少语说过 大学的时候 带过夏维一回家帮她复习 所以 林夫人对我的印象 才会这么不好 从我进夏家 一直都因为 夏维一被别人看不起 不过就是个继母带来的脱油瓶 难怪不姓夏 努力一点啊 你妹妹可是新生代表 她狠狠一拍桌子 在心里骂道 那个该死的夏维一 这时手机响起 那边传的声音 用青蛙把她吓得动都不敢动 哈哈哈哈 苏曼说 嗯做得不错 那苏姐姐 你答应我这件事办成 就介绍圣利哥给我 放心 下一次就介绍给你 挂断电话 苏曼想起 圣利哥的老板 好像就是那个传媒大亨黄大少 隔天 唯一捧着鲜花来到医院 顾亦然既然真的这么快 就要出院了 又吐槽道 还让我来接她 接什么接啊 这么大人了 又不是小孩子 哎 可是我既然真的大老远 从影视城跑来医院 心想 果然 我就是不放心她吧 医生 她真的能出院了吗 唯一不放心 阿姨说过 一病就要病好久来着 医生说 虽然偷跑出去几天 但没想到恢复得不错 检查报告也都可以 谢谢医生了 顾亦然道歉 我太太还担心我骗她 唯一踩她一脚 尴尬道 哈哈 医生她说笑的 别在意 走出病房 唯一问顾亦然 你刚刚干嘛在医生面前这样叫我 如果医生跟阿姨说 那怎么办 顾亦然不以为意 你是我太太 又不是见不得人 我难道还不能说实话吗 你要是觉得痴好 以后也可以在别人面前这么介绍我 你想的没 二人刚走出门 正好遇见林少宇 唯一 林少宇刚大打招呼 没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 少宇学长 唯一一顿 想起了什么 没再说下去 这时顾亦然心想 竟然在这里遇到林少宇 又去看唯一 她的表情很奇怪 于是先伸出手 你好 林二少 林少宇赶紧回窝 你好 顾少 顾亦然开口道 林夫人生日宴会的请柬我收到了 到时候会和母亲一起出席 但父亲太忙 就没法出席了 谢谢 我母亲一定很高兴 林少宇又问唯一 夏叔叔应该也收到请柬了吧 唯一冷声说道 她去不去跟我没关系 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 接着 她拉起顾亦然的手 我是来接人出院的 不和你多聊了 是呗 接着拉着顾亦然快步离去 等车的空隙 唯一对顾亦然道 顾亦然 你刚看到了吧 我已经和林少宇画清界线了 嗯 我已经很清楚了 不过 唯一你知道吗 这是你第一次在别人面前 主动牵我的手 而且还握得这么紧 唯一一愣 赶紧撒开手 红着脸急道 我 我我我 一时心急 才拉着你走的 又抱怨 而你还故意在医生面前 说我是你太太 到底想怎样 顾亦然回到 只在一个人面前怎么够 何时何地我 都想在所有人面前 说你是我太太 夏唯一 你打算什么时候 给我个名分 唯一低下头 我们虽然领了证 可我们还不算是 真正的夫妻吧 还有好多事情 都要时间里清楚 况且 我还在拍戏不是吗 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 从那时你离开我的时候 这时 司机开车过来 唯一仿佛看到了救星 赶紧走过去 车子来了 来 快上车吧 林家 林夫人看着媒体八卦 怒斥林少宇 为什么不跟苏曼断了 管家跟我说 你已经把她带回了好几次 你知道那些网媒 怎么嫌你们吗 现在给林家丢了这么大的脸 你说怎久办 林少宇沉默已对 母亲继续说道 以前你带回家的那些女人 也就算了 家事背景 没有一个配得上林家 那个苏曼装的衣服 自己真的是 名门之后的样子 骗的就是你这种 没眼光的男人 趁他还没丢光林家的脸 赶紧跟他分干净 妈 林少宇忍不住开口 为什么林家的面子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难道我就什么都不是 连我喜欢的女人 你都要这样去看她 我不会和她分手的 我已经跟她求婚了 总之 我一定会带苏曼去 说完她转身离去 少女竟然会反抗我 林夫人心想 看来我要亲自找下维依谈一谈了 维依把顾一然送到门口 没有进去 顾一然 我就送你到这里 我先走了 还要回剧组 说着门突然打开 顾妈走了出来 维依宝贝 去见阿然出院辛苦了呀 先进来喝杯茶吧 维依无奈答应 坐下后 顾妈妈开口道 这个臭小子 生病了也不好好 在医院待着 三天两头往外跑 害我担心死了 不过 阿姨听说 她是跑出去找维依你的 阿然她是不是终于开窍 开始追求你了呀 维依赶紧否认 顾 顾阿姨 哪有这种事呢 我们只是 看着顾妈妈热切的目光 维依眼神求助顾一然 你好歹说点什么呀 又灵机一动 对顾妈妈说 剧组发生了点小问题 她过来处理一下而已了 这时管家来提醒 夫人 该去接天然小姐放学了 于是 顾妈妈先行离开 维依气道 刚才顾阿姨那么问 你为什么不说话 顾一然反问 说什么 跟我妈说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 维依气得说不出话 维依 为什么要这么抗拒 公开我们的关系 我说过 我需要时间里清楚一些事情 顾一然不解 到底是什么事情 维依犹豫着开口 其实 我还没有想清楚 我到底是不是喜欢你 顾一然目光一沉 抓起她的手腕 夏维依 那你为什么找我结婚 你找我当你的老公 你也接受了我的心意不是吗 到头来 原来你一点都没有喜欢过我 唯一挣脱她的手喊道 顾一然你弄痛我了 这种事 哪有这么快就想清楚的 我们领证才那么几天而解 不要逼我 我哪有在逼你 我们本来就是领了证的夫妻 还说你没有逼我 至少在我心里 我现在不想叫你做我的丈夫 你根本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总之我不想现在公开 接着维依摔门去 第二天一早 维依没什么精神 昨天晚上 因为想顾一然的事情 都睡不好 不过今天片场这么低气呀 不会是因为我耽误进度 导演生气了 导演看到他招呼道 夏维依 来了呀 身体怎么样了 好点了吧 维依慌忙回答 导演 不好意思点您添麻烦了 导演摇头 你可是顾大少特意推荐进来的人 可不能在我手上出什么差错 以后多注意点 维依这才知道 原来是故意然安排的 总是没问过我就 这时电话响了 维依一看 是不认识的号码 接起来 您好 是夏维依小姐吧 我是林夫人 不知道明天中午 夏小姐能不能抽空跟我吃个午饭 咦 但我还在拍戏 那边坚持 我和你爸爸生意来往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赏那面可以吧 好吧 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 维依心想 林夫人为什么突然找我见面 酒店餐厅里 唯一打招呼 好久不见 林伯母 林夫人说道 上次和你父亲见面的时候 还说起你 最近都没到我家来玩 我的生日宴会 你父亲应该已经收到请柬了吧 嗯 我想是吧 最近再拍戏 都没问过他 林夫人放下杯子 少语跟我说 他要带苏曼做他的女伴 不过 我可没把苏曼看作夏家人 我希望你能作为少语的女伴来参加宴会 难得我们两家几近交往了这么久 你意下如何 伯母 您最近没有听学长说起过我的事情吗 林夫人疑惑 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了 唯一回答道 我不方便跟您说 但我和你儿子绝交了 总之 我已经和少语学长没有关系了 恐怕不能接受您的请求 学长也应该是想带苏曼去的吧 林夫人又问 苏曼 跟你关系怎么样 也就那样吧 没什么好说的 那 除了少语 你知道他平常还有跟什么别的人来往吗 对不起 林伯母 这是他们的事情 就不要来问我了 没事的话 我回去了 唯一直接起身到辞 夏唯一的态度 竟然这么坚决 看来一时半会儿说服不了 只好先减少 少语跟那个女人见面的机会 他拨了个电话 对那头说道 喂 在毕城实验室研制的新药 是不是快要验收了 让二少爷去验收 等到宴会前再回来 另外 给我找侦探调查一下 回到剧组 安安见他回来 招呼道 唯一你回来了 安姐姐 唯一问他 你怎么还在这里 没去拍戏吗 说到这个 唯一你看一下手机吧 导演现在正在发大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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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